嗨,宝贝们,欢迎来到格子酱讲绘本 今天,格子要跟大家分享的绘本是 小海黎做木工 今天,卡斯托尔要做木工 这是卡斯托尔的木工作坊 木工创台是卡斯托尔的爷爷做的 已经很旧了 绿色的小凳子是卡斯托尔自己做的 木工作坊里乱七八糟 卡斯托尔总要不停地找他用的东西 看,他现在又开始了 哦,总算找到了 原来,他要找的是一张图纸 现在,卡斯托尔开始做木工了 接下来,他需要木工两脚尺和折尺 卡斯托尔用折尺量好了木板 然后,用铅笔画好了记号线 要在哪儿锯开,要在哪儿钻洞 为了把线画得又平又直 他特意对着两脚尺来画 然后,他又找来了一把手锯 按照画好的记号线 把木板锯成一块一块的 他现在需要一把弓形锯 用弓形锯能锯出圆弧形呢 然后,卡斯托尔要钻两个大大的洞 他需要一把取柄钻 给他按上一个大小合适的钻头 卡斯托尔要站在小凳子上 才够得着取柄钻的把手 接下来,要钻几个小孔 需要一个手摇钻 他选好了一个大小合适的钻头 最好还是站在小凳子上 这样钻孔才更方便呢 然后,他又用钻子 把所有的切面都磨平 这样才不会有木刺扎手 他还需要一把钻刀和一张纱纸 将纱纸裹在一块模块上 他先用钻刀把边边角角都搓平 再用纱纸把木块磨得平整又光滑 好了 卡斯托尔要把锯好的木块平在一起了 他需要一把螺丝刀和一盒螺丝钉 把螺丝钉放在钻好的小孔里 正合适呢 糟了 钉子敲弯了 现在卡斯托尔需要一把钳子 他把敲弯的钉子拔出来 然后又平平整整地重新钉上了一枚钉子 很快就要完工了 不过最后卡斯托尔还需要一把木锤和木材粘合浇水 现在他要把最后一个木条装进刚才钻的洞子里 咦 正合适呢 好了 卡斯托尔再收拾好所有用过的工具 手锯 搓刀 钉子 弓形锯 螺丝钉 砂质和模块 钳子 铁锤 螺丝钉 木工两脚尺 曲柄钻 钻头 手摇钻 木材粘合浇水 木锤 折尺 哇哦 这些东西真的是太多了 卡斯托尔将工具都放进刚做好的工具箱里 简直是棒极了呢 好了 宝贝们 今天的故事就讲完了 想要收听更多儿童绘本 欢迎关注鸽子酱讲绘本 鸽子陪你一起成长 请不吝点赞 订阅